大家好,歡迎你們來看這個禮拜的CocoCon 我今天想要回答兩個人家通常問我的問題 一個是,到底要多久才可以練到我這樣子的身材 第二個是,徒手鍛煉到底可以練到我這樣子的身材 所以我今天會跟你們講解一下我征途的過程 我從小到目前所練的故事 喜歡這個影片對你們有幫助 喜歡的話要記得按照我現在跟你們講 我從幾歲開始鍛煉 其實我從16歲開始鍛煉 但是那時候因為我有一點肉肉的 我比較不會拍沒有穿衣服的照片 所以抱歉我沒有那麼多照片可以給你們看 因為那時候真的覺得我身材沒有那麼好看 所以我會放一些最早我找得到的一些照片 所以你們可以看一下我以前的身材到底是怎麼樣 所以這些照片我已經開始做中順差不多三個月 然後覺得我身材能夠拍照片 所以我就拍這些 所以我一開始的時候不是靠徒手鍛煉 我差不多用重訓練好像一年 差不多一年 然後我從155磅差不多開始 然後我用重訓練到一百六六十五左右棒 這是我的體重 所以我那時候練到這樣子的身材 但是我還覺得雖然我的身材看起來蠻不錯 我做不到很多那些街頭的技巧 然後我真的很勤強那些街頭的運動員 所以我決定我要開始特別練徒手課程 因為你沒有特別練徒手課程的話 永遠不會得那個能力做像倒立啊人氣等等 所以那時候我開始研究一下徒手要怎麼用 但是那段時間我還以為徒手沒有什麼效果 所以我那時候有一點怕 我開始換徒手課程的話我會瘦下去 所以我那時候這個好像我17歲 剛滿17歲的時候我把我所鍛鍊的課程 分配兩個不同的鍛鍊方式 我會做兩個禮拜的重訓 然後換兩個禮拜的徒手課程 但是經過好像六個月的這樣子鍛鍊 我發現我技巧的能力進步的太慢 我有一點不滿意 所以我那時候想一想 我練徒手那兩個禮拜的效果真的跟我練重訓 那兩個禮拜的效果完全一樣 所以我那時候決定我會把全部的課程 換成徒手鍛鍊 所以這個我好像17歲快滿18歲 所以我那一年第一 我就完全不會靠器材了都換徒手 所以這張就是我用重訓練的進步性 然後下面是我換徒手進步性 所以你可以看差別 所以我沒有瘦下去 我沒有維持我那時候的體重 我還是繼續增加我肌肉量 所以我差不多一年半靠中訓 然後到18歲我就靠徒手鍛鍊 所以我這樣子鍛鍊到我來台灣 所以我來台灣就是這樣的身材 但是我來台灣那時候 因為我國家沒有那麼多公園 你要鍛鍊的話是在家裡或者直接去健身房 所以我還是有那個跑去健身房的習慣 所以我來台灣的時候去苦亭 登入那個True Fitness的健身房 但是我去那裡還是會用我徒手的課程 但是差不多三個月我發現 台灣的哪裡都有公園、操場等等 我覺得我去健身房真的是浪費自己的錢 所以我就放棄我那裡的membership 然後都去公園繼續我徒手的課程 所以我一直一直靠徒手 從我滿18歲到現在 但是還有一段時間有問題 我在師範國語中心學中文 所以這是我第一年在台灣 然後我參加龍舟隊 我參加三個月的龍舟隊 但是因為他們也要做那個龍舟隊的鍛鍊 所以我沒辦法做自己的課程 所以那時候我瘦了差不多七、八公斤 然後因為他們的訓練方法不是特別練肌肉 是很多有氧運動 所以那時候我從差不多七十幾公斤 七十七、七八公斤 瘦到七十 所以這些照片是我參加龍舟隊之前 然後參加龍舟隊以後身材的差別 所以這時候我真的很難過 因為我差不多三年多很辛苦練到這麼狀 然後參加三個月的龍舟隊就瘦了那麼多 但是我沒有放棄我回去做我自己的土手課程 然後我繼續練練到我目前的身材 所以我已經練回出到我目前八十公斤左右 所以這是我所健身的征途 然後我剛剛說我會回答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土手能不能練狀 你們看我所征途來決定能不能 我肌肉量到我從我一開始到現在增加了差不多十五公斤左右 然後這個都是靠土手來做 所以你只要學習土手最基本的練法 你就可以靠它來練 你要用健身房也行 但是你兩個方法要發現真的可以練到一樣的身材 還有第二個問題是 到底要多久才可以練到我目前的樣子 其實我覺得你睡覺的方面還有飲食還有鍛鍊都理想的話 然後你沒有一直在休息 重複開始這樣子的話 我覺得兩三年以內可以練到我目前的身材 你們可能在想 他剛剛說兩三年也太久算了 但是這樣子的想法有一點沒有道理 因為你們要發現時間跟你完全獨立的 所以不管你利用它或者浪費它 它還是會過去 所以你不要把時間當成你的對手 即使它是你的朋友 因為你鍛鍊的時間越久 你身材會越好 所以這段影片就是給你們動力 給你們希望讓你們發現 你只要努力 學對的方法 你也可以追到你目標 追到你理想的身材 追到你理想的外表 所以我希望這部影片對你們有有用 然後可以給你們一個動力來抓到你的夢想 你的目標 你的對你來說很好看的身材 喜歡的話 你要記得按讚 訂閱 我們下個禮拜 見